TVB新剧小声杨明 6月29日为新剧心理追踪Mindhunter 在郊外拍摄一场开摩托车的戏份时发生意外 并在膝盖留下一道很深的伤口 事后杨明被送往医院诊治 女友庄司明也很快的赶到医院了解情况 不过杨明照过X光之后发现没什么大碍 当天更转送私家医院继续治疗 杨明受伤之后留在拍摄场地的演员 由汤正业、马国明跟蔡思贝等等 他们都表示事发时不在现场 不过他们会愿意等杨明康复归队 我不知道什么 因为我不在现场 但是之后我有去看看他 我发现他 我不知道 我希望他快点好了 继续跟我们一起拍就好了 我蛮担心的 你呢 我也是因为我将将不在现场 不过听他们说都蛮严重的 我只是尽心尽心的 希望他的相戏不是太严重 很快就可以痊愈 跟我们一起拍戏就好了 只是最重要的 他的身体没什么呆外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 香港报道